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下面這張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車型是四代新進站 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EPIC的一個鍍鈦燈殼的系列 目前各位所看到的是這個鍍鈦的一個 電鍍的一個五彩鈦的一個大燈護片 這個是由EPIC製作超密合貼片式設計 我們常講說超密合貼片式設計是使用雙面膠貼片 那其實在大燈護片這個方面 也是可以用這個魔鬼沾的一個方式 但EPIC在這個部分是附上雙面膠 那如果你要魔力扣或是魔鬼沾的部分 是請這個車友們另行在購買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這個大燈護片 那大燈護片是有類似像壓克力的材質 透光度非常棒 然後呢 在這個鍍鈦表面的處理呢 我們可以經由這個攝影機可以看得到 非常非常的亮 那其實重點呢 各位所看得到呢 其實是這片大燈護片已經裝很久了 裝很久了 因為這個商品呢 我們在EPIC在開始的時候呢 其實都有做一個測試 那測試的一個這個時間呢 那不包含洗車的各方面呢 其實都必須下去做一個時間上的一個 呃 壽命上的一個測試 那所謂一個老化測試 那在這個部分呢 EPIC經過了一陣子的這個測試之後 然後沒有問題之後才正式上市 那在大燈這個護片電鍍的一個部分呢 那我們看一下 那目前呢 這個大燈這個 鍍鈦一個護片呢 是使用 在目前各位所看到的呢 這個是使用摩力扣做一個跌年 那摩力扣的好處呢 就是你可以隨時取下來 譬如說你覺得 呃 這個晚上看起來會稍微暗一點的話 你可以取下來 那這個跟我們 呃 我們人戴太陽眼鏡 基本上是一樣的意思齁 然後這個底色是一個熏黑色的 在鍍鈦 那基本上就跟我們使用熏黑的 默片一樣 那在這個大燈上會比較暗一點點 所以一般呢 使用大燈護片的話呢 還是會建議鎖車友們 如果可以的話 那不管你是直接用雙面膠貼 還是這個加購這個 呃 摩力扣一個部分 那當然摩力扣部分 是一個比較OK的一個選擇 那 鍍鈦的部分呢 其實鍍得非常漂亮 我不知道攝影機能不能夠 把它表達出來 那一般來說 用側拍的話呢 應該會比較 呃 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由台灣安全帽大廠 M2啊 代工的 他不是一般的 這個鍍鈦的一個公司做的 是完全與安全帽同期的 當然我們也知道 M2R其實有幫國企的一些大品牌 做一些代工 那相對的 我們這個台灣的這個技術呢 還是有非常優秀的一個這個表現 那這個 那個還有 除非你用酸性的清潔劑 強酸強潔的輕優器下去洗 那不管一般來說 那 gün處理 像這個M2R度的一個大氯護片 那不管是在這個 呃 用一般的中性清潔劑 或是洗車精 或像泡沫 那或者說 你用高壓水素充的一個情況之下 基本上 他都不會凋落 這是M2R大氯護片的一個這個 非常優秀的一個品質在 我們可以看得到 那當然貼片是超密合的一個設計 直接可以包含到下緣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緣的部分 還是有做拋下去的一個這個 切角 非常好看 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這樣還可以看得到 這個麥可唱庫麥可叔叔的 點在這邊 然後喜歡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像這個部分包含像方向燈的一個 方向燈的一個 鍍鈦的一個部分 方向燈殼 大家大概還有這個 下面的一個小燈殼一個部分 那EPIC呢 基本上全部都有製作 喜歡幫我們參考看看 或到麥可占物機的清品來做一個選購 謝謝大家